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对于任何一家电视台而言 除了要有优质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打开知名度 还需要知名的主持人来撑门面 这一点在央视和湖南卫视这两家电视台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作为国家级媒体平台 央视平台起点高 受众面广 影响力强 是无数主持人都向往的舞台 作为省级卫视扛袜子级别的选手 湖南卫视一直领领着娱乐风向标 也是当下造型能力最强的电视台 两家电视台有很多共同之处 平台都有一波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成长 这些优秀的主持人也通过平台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两家电视台也一直非常注重主持人才的培养 愿意给有实力的年轻人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从春晚不断有年轻面孔加入就能够看得出 央视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新人 通过主持人大赛这档栏目 央视选拔了众多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包括王嘉宁 刘妙然 冯硕 白颖 田敬华等在内的一众优秀主持人 都获得了央视抛出的橄榄枝 湖南卫视能够在晚会综艺节目等领域全面开花 主持人同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何炯和汪涵就是湖南卫视的两大宝藏主持人 有他们在大型晚会控场就有了宝藏 综艺节目也有了更多的看点 但何炯和汪涵的经历是有限的 而湖南卫视的节目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的 所以近年来湖南卫视也开启了接班人培养模式 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骨感的 湖南卫视培养新人的历程充满了坎坷 多年下来 两大主持团体解体 两位小花出走 两位接班人备手争议 到头来发现最幸的过的还是何炯和汪涵 从跨年演创会开始 湖南卫视在主持阵容方面就开启了人海战术 何炯和汪涵两位台柱子分别带队 一众主持人都获得了刷脸的机会 其中快乐家族和天天兄弟两大团体风光无限 可惜的是人空是非多 两大家族相继出现了问题 两档王牌节目 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也成为历史 湖南卫视痛下决心 彻底地和这些主持人做了切割 谢娜 李维嘉 杜海涛 吴欣等热门主持人 与湖南卫视渐行渐远 两大家族解体后 湖南卫视培养了新人主持的步伐 卖得更坚实 由沈梦辰 梁田 刘烨 季梦佳 组成的芒果主持四小花逐渐获得认可 他们频繁出现在湖南卫视各大晚会和综艺节目中 彼此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 培养四小花的同时 湖南卫视也开始不断纳心 刘国豪 杨一帆 冯喜 崔磊和孙乐言等 新人同时录制 而且在跨年演唱会上获得宝贵的露联机会 不过这一批新人整体表现乏善可成 最后只有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冯喜 突出重围成为了湖南卫视重点栽培的对象 不过新人冯喜与湖南卫视合约到期后 并没有选择续约 双方也没有和平分手 湖南卫视近期在一段宣传片中 直接把冯喜的镜头给打骂了 最后的体面也不要了 这一步操作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除了冯喜出走外 湖南卫视的另一位小花刘叶也选择出走 虽然已经是四小花中站稳了位置 而且还获得了录制热门综艺浪姐的机会 但是刘叶依旧选择跳出舒适圈 决定是市场的浪潮中证明自己 刘叶的出走也给了其他小花们上位的机会 此前被湖南卫视冷藏的李沙明子成功复出 凭借在大型晚会中优异的表现 逐渐获得机会 不仅成功的机身主持四小花队伍 而且明显比季梦佳高了一个身位 不断洗牌后 芒果主持四小花完成重组 沈梦辰 梁田 李沙明子和季梦佳继续竞争 而其中 沈梦辰的资源明显好于其他三人 成为湖南卫视女主持的接班人 相对于女主持的百花齐放 湖南卫视在男主持新人方面 人才断层明显 何炯何王涵之外 却少能够挑大量的男主持 新人齐思君近两年成为幸运儿 被湖南卫视当作接班人来重点培养 齐思君自从在跨年演唱会露面后 各项资源全面开花 不仅有长做的综艺节目 批歌和浪姐这样的王牌综艺 同样给他机会 湖南卫视重大晚会 齐思君往往都在主持之列 同时 他还有机会在电商晚会中 独挑大量 紧张刺激的竞争之后 湖南卫视主持阵容尘埃落定 何炯和汪涵两位王牌主持坐镇 女主持四小花竞争激烈 沈梦辰成为接班人 男主持齐思君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新人吴泽林也不断获得了刷脸的机会 沈梦辰和齐思君还算是湖南卫视 层层选拔出来的接班人 电视台还专门给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 王牌音宗 我想和你唱第四集 直接让两人挑大量 连汪涵都专门给他当绿叶 遗憾的是两位接班人在 我想和你唱第四季节目中的表现 并不尽如人意 没有何炯和汪涵在身边撑场 两个人明显都压不住台 和嘉宾的互动声音 整个节目的气氛也没有把握好 对比汪涵和韩红的插科打魂 齐思君和沈梦辰主持都显得过于拘谨 节目呈现效果不足 很多网友都对两人的主持提出了质疑 不想接班人虽然都经历很多晚会的力量 但是想要接班还是郑重道远 沈梦辰主持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 一张网红脸很容易让人出戏 综艺节目里带动效果还可以 一旦主持主旋律的晚会和节目 就会露出马脚 齐思君虽然科班出身通过名侦探学院 也寄了一波路人员 但是主持同样压不住场子 尤其是和嘉宾站在一起 就会显得毫无存在感 这一点在浪姐和批哥等节目中 表现得格外明显 齐思君的临场应变能力同样不足 他曾在旅游晚会直播中多次出现差错 控场的能力和心理素质都急需提升 齐思君在央视主持人大赛的舞台上 表现就非常一般 湖南卫视这么多年一直在力捧 始终还是难堪重任 我想和你唱第四季只是一个开始 两位接班人想真正的挑起大量 还需要时间 这也从侧面的说明 何炯和汪涵的位置依旧无可替代 两个人才是湖南卫视真正的王者 有他们在 晚会才会更流畅 节目才会更有氛围感 强有的瓜并不甜 湖南卫视想要早早的 让接班人上位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何炯和汪涵这样的人才百年难遇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轻易接班的 新人的队伍还需要继续壮大 期待下一个何炯和汪涵的出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 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